欢迎来到今天的《十点读书》,我是主播林希安。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文章,欢迎在文末给我们点个赞看哦。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,日本女孩Rin因为疫情导致自己的美容院破产,破产之后店被收回,工作又找不到,不久之后又患上了厌食症和严重的失眠症,生活一度进入了停摆和无望的状态。 后来,她变卖了身边能卖的一切,来到了北海道的乡下生活。 从此,她就留在了那里,用短视频来记录自己简单质朴的田园生活,逐渐走出了迷茫的困境。 Rin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一部电影《托斯卡纳》《艳阳夏》。 主人公弗朗西斯同样是经历人生低谷之后屡居他乡,从而收获了自己崭新的人生。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温暖治愈的故事。 它告诉我们,生命就是一边疗伤一边前行的过程,活着就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。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难熬的时光。 弗朗西斯和她的丈夫都是作家,但是丈夫的名气远不如弗朗西斯。 婚后,弗朗西斯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,暂停了自己的写作,专心靠写书评来赚钱养家。 可是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尽管她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,丈夫却出轨了。 丈夫直接找了律师来和她谈离婚,虽然他们的房子是用弗朗西斯赚的钱买的,但是按照当地的法律,却要分给丈夫一半。 而且,因为她赚钱的能力比丈夫强,还要付给丈夫赡养费。 更可气的是,丈夫的情人看好了他们的房子,要让她拎包走人,这样的话,她可以得到一些房钱作为补偿。 心灰意冷的弗朗西斯不想和他们纠缠,带着自己的几箱书,就离开了她曾经努力经营的家,暂且齐身于冰冷的单身公寓。 人到中年,惨被离婚,又居无定所。 弗朗西斯的心情可下而至。 闺蜜怕地,怕她太伤心难过,给了她一张飞机票,建议她去托斯卡纳旅行。 她告诉弗朗西斯,很多人都要经历人生的十字路口,向左走还是向右走,只有靠自己的选择了。 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,光颓丧是没有用的,出去走走也是好的。 可是弗朗西斯却对她的建议一点也不感兴趣。 回到公寓,弗朗西斯想尝试写点什么,却没有一丝灵感。 而这个公寓,就是个失婚者的聚集地。 当初刚搬进来的时候,钟姐知道弗朗西斯是作家后,还开玩笑地说,那你可以接一些写遗书的生意。 隔壁的正在闹离婚的男人,据说还是个律师,可是一到夜里就嚎啕大哭,扰得他不得不敲墙来制止。 他觉得自己当下的生活真的是很糟糕,想想就觉得崩溃。 其实,不仅仅是弗朗西斯,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一段难熬的时光。 人生路上,没有谁是一路坦途。 比如,这一场持续了两年多的疫情,令多少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,多少人从人生高峰跌入低谷,又有多少人经历了失业,生活辗转,理想破灭等困苦。 毕竟,人生无常才是常态。 若你觉得苦,可能有人比你还苦,就看你能不能熬得过去。 熬过去,也许你就不一样了。 要知道,不对生活失望,生活就有希望。 弗朗西斯最终还是接受了闺蜜的建议,踏上了托斯卡纳的旅程。 托斯卡纳艳阳高照,风景如画,一切都是那么的生机勃勃,令弗朗西斯精神一震。 在路边,他无意中看到一栋旧别墅在出售,鬼是神差,他忽然想买下它。 但是房主故意提高的房价,一下子超出了弗朗西斯的承受范围,他只有失望地离去。 而就在他转身的片刻,事情出现了转机,一粒从天而降的鸟屎落在了弗朗西斯的额头。 房主健壮认为是急兆,竟然将房子低价卖给了他。 生活的不可思议啊,永远都在毫无防备的时候,突如其来地撞个满怀。 就这样,弗朗西斯拥有了自己新的房子。 但接下来的事情又出乎了弗朗西斯的预料。 别墅年久失修,屋外荒草丛生,屋内有蝎子在爬行,还时不时地有猫头鹰来拜访,有蛇大摇大摆地来串门。 好在中介先生帮他找来了装修团队来帮他修房子,但是好像这个团队的人都不怎么太专业,敲个墙会把墙搞塌,按条电线会把吊灯烧坏。 值得庆幸的是,这些人都很真诚善良,而且还很特别。 比如电工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中年人,总是在默默地干活。 熟悉之后才知道,他曾经是个文学教授,如今沦落成普通工人,每日干着不太匹配的工作,还如此地心平气和,令弗朗西斯很受触动。 而在逐渐地相处中,普朗西斯和他们处成了朋友。 邻居一家也很友善,常会邀请普朗西斯共进晚餐。 在小镇的圣诞聚会上,弗朗西斯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,甚至会有男人向他投来暧昧和欣赏的目光。 弗朗西斯在与这些新的人群交往过程中,心情好了很多。 他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写作,闲暇时为工人们下厨,脸上有了越来越多的笑容。 一切都预示着,弗朗西斯的生活逐步走上了正轨。 人就是这样,当你换个角度看世界时,就会发现,世界也会以不同的感受呈现给你。 当初弗朗西斯还曾为自己冲动之下就买下别墅的行为感到后悔,因为卧室里没有同情的伴侣,厨房里也没有他愿意为之做饭的人,买了新房子又能怎么样? 中介先生这样告诉他,阿尔卑斯山脉有一段地势陡峭的悬崖峭壁,人们横跨着山脉在那里修建了一条铁轨。 尽管当时还没有火车可以驶上那段山路,但他们依然提前把铁轨铺设好了,因为他们知道,总有一天火车会来的。 所以,好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来,也许它会到得有一点晚,但也不失为一种惊喜。 有人说,生活的本质啊,就是希望和失望并存,美好与丑恶共生。 而我们能做的,就是从失望中看到希望。 所以,无论今天发生多么糟糕的事,都不要对生活失望,因为还有希望。 人生就是一边修船,一边开船。 弗朗西斯做梦也没有想到,在他来到托斯卡那没有多久,就遭遇了新的恋情。 那一天,他进城想找一家古董店买吊灯配件,却无意中和一位意大利男人在街头邂逅,男人对他一见倾心。 他把他带到海边就餐,游玩,两人共遇海风,相谈甚欢。 然后,男人把他带到了家里,两人度过了美好的一夜。 分别时,两人还意犹未尽,恋恋不舍,所以相约,周末再见。 但,闺蜜帕蒂的突然到访,让弗朗西斯错过了相约的机会。 帕蒂怀孕就要生产了,情侣却逃之夭夭,弗朗西斯不得不留下来照顾好友。 而这一留下,就让他和意大利男人的约会变成了遥遥无期。 等到好友生完孩子,他再去找他,男人已经有了新欢。 弗朗西斯又失恋了。 但是这次的失恋,却没有让弗朗西斯难受多久。 除了剔碎了一个花瓶解解分之外,他很快就复原了。 这也许是他受了一些人的影响。 比如,他新结识的朋友凯瑟琳就给了他很多不一样的生活观。 这个女人有一位生命中的贵人,一位著名的导演。 这位导演告诉他,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丧失你那孩子般的热情,要尽量地去感受不同领域的东西。 他一直将这句话分为经典,觉得人生就是一场体验。 无论发生了什么,哪怕是遭遇了背叛,他依然不觉得遗憾。 弗朗西斯在不知不觉中也拥有了很多新生的力量。 装修队的波兰小伙爱上了邻居的女孩,却因为一无所有而不被女孩的家人接纳。 弗朗西斯主动充当了小伙子的家人,成功地说服了女孩的父母,让他们举行了婚礼。 婚礼就在弗朗西斯的别墅里举行。 而闺蜜帕蒂,也在弗朗西斯的精心照料下走出了人生的阴影,每天和宝宝一起迎接着托斯卡纳明媚的朝阳。 弗朗西斯自己也迎来了新的恋情,一位帅气的男作家千里追踪来找给他写过书评的女作家,两人一见钟情。 这世上,每个人都曾带着痛生活过,但很多人都学会了自愈,学会了善待自己,善待生活。 作家刘晴曾说,人生就是一边修船,一边开船,说到底,人生就是一边受伤,一边疗愈的过程,也是一场修心的旅程,破碎而后修复,修复而后重生,重生而后前行。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最艰难的那段时光,让人颓废,沮丧,看不到方向,但请相信,一旦熬过去,就会看到生命的辽阔和美好。 正如太宰志在《人间诗歌》中所说,在所谓的人世间摸爬滚打至今,我唯一愿意视为真理的,就只有一句话,一切都会过去的。 所以,无论如何,都要把自己活好,把眼下的生活过好,即便幸福暂时没来,也先要把轨道铺好,因为它是通向明亮人生的唯一通道。 我是林西安,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。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《时电读书》,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,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晚安,我的朋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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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安.